一场疾病会对一个人的人生带来多大的改变 当年27岁的Crystal发现自己的胸部生了硬块 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震惊的消息 她一边开车一边哭着跟老公述说这个噩耗 不停地问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幸好硬块是良性的 她拒绝了手术选择跟她共存 她从抗拒到接受 心理上和性格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从一个内心要强的女性 变成了一个内心温柔如水的女性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哈喽Crystal 哈喽Crystal 哈喽威威你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私底下其实有跟Crystal聊了一下 她其实这个肿瘤在Crystal身上已经13年了对不对 嗯对 当我27岁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我今年40岁 OK 那当你那一年27岁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当时候我就摸到自己的这个左边 左边的胸部就是有一颗硬块 那我开始觉得说很害怕 因为它也不是很小 那就是说可以摸到了 然后我就去看妇产 这是妇科医生 然后我去看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做这个Ultrasal 然后就帮我们照 然后他照到的时候说 你这个肿瘤大概就有5cm这么大了 当时候就已经照到的时候就5cm 因为我可能说我自己也比较没有那么 去经常地按摩它 还是怎么样 我没有去察觉 然后当我察觉到的时候 听到大了 对 然后他又帮我照另外一边 也是用Ultrasal照我的另外一边 就是说右边的胸部 然后就发现了有一颗 也有一颗 一颗已经好像你说的 都很糟糕 然后轻轻已经天哪 然后另外一边又照到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还有一颗 但是比较小 大概也只有1cm大 当时候知道说两边都有的时候 医生就说你有没有想要切除它 通常医生都会这样子建议 所以你那时候是没有要切除 我听了之后 我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整个人就好像震住了 很害怕 然后我在驾车回家的路上 当时候我先生是 我已经结婚了 当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那我先生其实不在我身边 那我是我一个人去看医生 我一个人回家 然后我一个人回家的路上 当时候他是在工作 就在外出 那我一个人就在KL 这样我就一边驾车 就一边打电话 我一边讲我就一边哭 我说天哪 好可怕 那我心情就是很糟糕 我一个人要承受 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你刚刚驻车 所以那时候 到时候就是很害怕 非常害怕 一直驾车 然后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一边讲话都好像 就说好糟糕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好像没有办法去相信 医生也没有办法证实说 你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 但是他说看起来不是恶性 可是后来 那更忐忑耶 就是说如果你被诊断了之后 医生已经告诉你是良性 那可能你还是会难过 但是就是那个心情还是OK的 可是又不确定的时候 那个感觉 就不确定说了 他没有给你一个很确定说 因为他们说这个东西 我只是帮你找 看起来不是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是还是不是 对吧 因为他也不可能去承担这个 如果说你真的是恶性的呢 那他怎么可能去承担 他们都是要保护自己 所以后来就是你被通知 OK是良性 那情绪上就会比较 就比较OK吗 然后后来为什么你没有决定说 我要去动手术呢 就好像我说的 动手术 我会去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好 我真的不喜欢躺在那个 冰冷的那个 手术上 对 麻醉 然后开刀 然后而且你知道 它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对 可能对别人来说 它还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它竟然不会造成我的困扰 它就是长在这里 我不是没想过要开刀 但是我就觉得 我要躺在那个病床上 然后任人这样子开刀的话 留下那种伤疤的话 我觉得我不干这种事情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有些人选择手术 然后但是你却选择了 跟他共存 在这一个期间 就是13年嘛 那现在你这样跟我们聊 会觉得你已经云淡风轻了 就是你真的已经 接受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里 我们把时间线 就是拉回到13年前 那时候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 有没有去 就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或者是一直去上网查 为什么这个东西 会长在我们身上呢 有有有查 然后因为我这个是 良性的这个团种 然后它都比较活面的 就会有这种资料 会去查 那既然如果说 它没有造成说 恶性的 那我就决定就不开刀了 当时候就是这样想 不开刀了 然后想说透过中医啊 调理啊 就把它慢慢地让它变小 会这样子做 然后反而就一直到现在 也OK了 但是在这13年当中 你会有挣扎过吗 当然会啊 就好像 刚才我也跟你 私底下谈过就一个说 当我生孩子的时候 那我要喂母乳嘛 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你这个乳房有一个肿块嘛 那你怎么可以喂母乳 好像我朋友就会觉得很惊讶 他说那健康吗 我说健康啊 我的孩子都很健康 对就是担心可能孩子喝了之后 会有不良的一些反应之类的 嗯 会有这种顾虑 可是我没有 我就是跟随我自己的那一个 因为我觉得它 它就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而且我相信我的身体不会制造 这样的东西给我孩子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吧 有些人觉得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的想法 就是我说我没有 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的身体 身体的确是长出了这个硬块 可是它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为什么它会长出来 它肯定要告诉我一些什么 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更爱你自己啊 你想看乳房是我们女人 身体里面最温暖的一个器官 那那器官这么温暖 为什么长出了肿瘤 原因就是你的人太过 太过好强啊 我以前是蛮好强的一个人 不乱输啊 要争啊 然后它的存在就是一直告诉我说 回来做你自己 身为女人的一个部分 就尽量温柔 对待你自己 反而是因为这个硬块的出现 这个肿瘤的出现 好像会让你去审思 然后让你去往内去找 这个问题 其实它并不是无端端发生的 一定会有一些原因 一些理由 那其实想问就是 因为有些人的症状 他可能是会呕吐 他可能是那个肿的部分 会很痛很痛 你的呢 你的其实是有症状吗 有时候会痛 之前的时候会 有时候会的 但是它不会很强烈 它就微微的痛一点点 这样子 也不会造成怎么样 我就觉得还OK 然后我就跟他 就是跟他在一起 就13年了 然后我也喂过母鲁 然后我觉得还好 我个人的心态吧 我觉得是蛮很勇敢 因为你从一开始 然后决定说 让他留下来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就13年了 而且就是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有了肿瘤 其实是很难有小孩 我觉得这个 跟他自己的想法 非常的有关系吧 或者说他需要去看医生吧 因为每个人 的确实不一样 所以但是 在Crystal这里 其实你看 即便是跟肿瘤共存了13年 但是他也生了小孩 然后甚至还会母乳 然后小孩也就是很健康地 长大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家人 你觉得他们可以怎样地去帮助 这些就是刚刚得知自己 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朋友们 家人们 我觉得当时候 我的妈妈知道的时候 还是挺紧张的 我觉得要看对象 因为不是每个人会给到你要的 可能他们的紧张 让你更加焦虑 更担心 他们会给 你一定要怎样怎样做 然后你会更怕 你问我的话 我家人反而是 没怎么样 真的没怎么样 他们就是 就这样 你自己决定 就是我也没 我开始的时候 就是27岁那一年的时候 就会好崩溃 然后觉得我老公 为什么你不了解我的痛 我那种痛苦 我那种担心 你们怎么不可以去理解 其实真的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们的害怕 到那种顶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出 责怪别人 你们都不了解我 后来你是怎么调食 确实是没有人可以了解你 就当时候我就会跟你 就是跟我妈说了之后 我妈也会很担心 然后主要后来是我觉得 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开始释怀 就开始地接受 当大家在 一开始可能大家不知道吗 可是后来大家会开始来关心你 然后朋友会来八卦 那那我之后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有些人他可能是 你怎么去面对 就是那个心态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的 其实没告诉多少人 我其实都没告诉别人 我就是觉得默默地承受在这 我也没有默默承受 怎么讲的 我有去看妇科 然后妇科医生我看了 然后也看了中医 然后我就后来觉得 我跟我朋友说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也会担心 后来现在是我会跟我朋友 开玩笑说来 你摸摸看 我这里有一个床坏 你不要这么担心 我也有 然后我会跟我儿子说 妈咪这边就有一颗 你摸摸看 那个5cm大的 他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跟他共存 然后你就是 他就是我身体一部分 你跟这个 就是可以跟 跟很多人开这个玩笑 我有 你有吗 你了解我A生吗 你不是觉得 哎呦那个东西非常非常 说不出口不会了 就是觉得 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你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 有些让你很难过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 就是你已经过了 然后 你不是说过了 你本来就是跟他一起共存 然后你现在也很坦然的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 很多 很多女生们 我们都可以借鉴跟学习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 其实就是 刚思以下你有说 其实你算是一个蛮好强 就是有自己 骗自己想法的一个女生 那有没有因为这个肿瘤 然后让你的生活 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或者是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会啊 那我现在觉得我的个性其实是 属于比较温和派的 对以前我的性格就是会觉得 可能我们女生 女生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是很好强 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 或者说你跟你的家婆一起住的时候 比较强一点 对 你就会觉得我的思想肯定是比你更加先进的 我照顾我孩子的方式 或者我生活的方式 或者说我这生活的态度 可能都比你们不一样 可是 近这些年来 我就跟我的 就是我可以理解他们 我对他们所说的话 不会觉得 你们都是针对我 比如说 就打个比方说 我家婆会说 我偏心不煮她爱吃的东西 都煮我老公爱吃的 都煮我孩子爱吃的 就是没有照顾到她老人家的感受 那第一时间我听到的时候 以前我听到我会很愤怒 我会觉得说 我明明有 你说我没有 我明明有去注意 我有去煮你爱吃的东西 可是你没看到我的付出 你现在还责怪说我偏心 我对你不关心你 这样子 现在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会很坦然的笑 我就跟我先生说 你妈 人老了 退化了 变成小孩子 要人家老婆 我说就算了 就是心态上跟那个想法上 就是已经是转换了 它没有像以前那么 就是以前的棱角 好像慢慢的在被磨皮了 你可能以前的时候 会觉得人家在伤害你 批评你或者说 觉得你做得不够好 你这媳妇不够好 或者我妈会觉得 这女儿不够好 我会更努力 后来你现在的阶段 给我去看的时候 我就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想要被关怀 他们说不出来 他们却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你 其实他们是很 但其实是想引起注意 对 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 我就跟我先生说没什么 其实都是 无论一个女人到什么岁数 你都会发现到 都像小孩子 它都是一个过程 跟我们要去经历了 因为每一个阶段 正在经历的都不一样 我们来到最后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给那一些可能正在经历者 或者是曾经经历者的这些女人 一些建议 我会告诉他们说 其实有这个肿瘤 它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那你的一部分 为什么变坏了 那是什么原因 那因为你对你自己不够好 所以当你对自己 最温暖的那个器官 你够你爱你自己的话 它就不会有 所以需要爱自己 今天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分享 跟以往的真的有一些些的不同 之前可能比较都是技术上的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做 然后或者是更多听医生的话 什么之类的 但是回到这一集的时候 你会觉得 本来是让我们往内的 要去自省一些东西 就是肿瘤 这个东西它未必就是说 它是一种病还是什么 它或许是一种提醒 在告诉你某些事情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Krista的分享 真的也让我觉得 有种不同的感觉 然后也会想要更爱自己 那真的也非常希望 在听着这个分享的你 可以分享给你身边 觉得重要的人 需要的人 让他们一起听听 Krista的故事 那当然来到最后 也希望我们能够 遇见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凌亚 太原了 对 看来 还可以 听到 我